因此影片一PO上网就引发了热烈回响 分世男女主角的28岁邱好奇与25岁的谢翔雅 合作几部为电影下来培养出好默契 两人放得很开的自然演技 也为他们带来粉丝团人气暴增的走红滋味 有的时候牡羊座会 会为了自己那个角色因为比较了解 然后就自己多加一些就是好笑的东西 那我自己是水瓶座 本来就是不按牌理出牌 所以水瓶座的部分基本上是没有交捧 我们就自己 我就自己觉得我要怎么演 我就怎么演 对啊 会不会太热 伤髮值啊 走红呢不只是男女主角 原本只是拍微电影行销自家网站POPDAILY 现在也开始接起广告置入 半年营收至少成长四倍以上 因为它里面有新作的元素 所以每一个人会把自己的角色投射进去 我们不会有那种就是爆红之后很守住无措 或者说下一步要去哪里的这件事情 就还好我们之前都已经想过一轮 那其实现在以公司的营收来说 其实都还不错 大概在年的部分也突破 应该会突破数千万了 刚满30岁的Kim POPDAILY创办人之一 这群都是男生的经营团队 却瞄准18到24岁的女性族群 成立新媒体平台 POPDAILY是一个18到24岁的品牌 女性品牌 那我们设定他这个POPDAILY 这个人就是全部女生的好朋友 我们的忠诚度跟凝聚力很高 像我们每天打开实信 就会有粉丝跟我们说 他可能昨天刚才没有分手了 他应该要怎么办 以12星座打开知名度 现在坊间也开始出现类似竞争者 不过POPDAILY的目标看得更远 甚至不排除要引进投资人 向IPO目标前进 三立新闻王明辉 李轩 台北 曾莫岛